欢迎来到SEN世界一个分享知识的地方 你有没有试过在股市回调时损失大量资金? 有没有试过大量账面盈利消失变成亏损? 其实你面对的风险是可以透过筛选优质公司来大幅减少的 因为优质公司已经成功证明自己的盈利能力 所以即使在回调时,它都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小的价钱波动上 而更重要的是,你都可以更有信心在波动期间持有股票 因为无论股价如何大升大跌,价值股的基本面都依然不会变 而这件事就会令到它的股价在回调结束后反弹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那到底要怎样商业判断一间公司好不好呢? 未来SEN将会教大家用六个重点分析公司的基本面 令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 去分析一间公司的基本面和优质 同时,还会加插一个小的彩蛋 讲一下在2021年跌市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股票类型 如果你想分析一间公司好不好的话,可以从以下这六点着手 第一点是要看公司的成长 你会想知道公司在过去五年期间,会否可以维持一个稳步上扬的成长率 因为只有稳定成长的公司才可以确保它的股价,会随着业绩成长而提升 而你除了看财务中的盈利成长之外 你都可以看下公司是否依赖单一的产品,或者单一的服务去盈利 如果它没有持续开发一些新的产品的话 那就表示它在市场里的竞争力会随时间而减少 所以你会希望找到盈利持续成长之外,都积极开发新产品的一些公司 第二点是公司的获利能力,你会想问公司有没有五年或以上的盈利业绩 而且它的盈利率十分稳定,不会说一年很多,然后一年很少 如果用数据来定标准的话,你会希望公司的五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大于10% 股东权益报酬率就是公司利用它的资本为股东赚取获利的能力 是一个用来简单评估公司赚钱效率的指标 另外你都会想知道公司有没有健康的自然现金流量 你可以用公司的自然现金流量,除回它的消货,来看答案是否大于5% 如果是,就表示公司拥有一个十分健康的现金流 第三点是公司的财务健全程度 你会想要知道公司的财务杠比例是否合理,它的流动比例是否合理 而想要知道答案的话,你可以计算一条十分简单的数 就是用公司的流动资产除以它的流动负债,看看最后的答案是否大于1.5% 是的话,就表示公司常负债务的能力相对稳健,不容易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第四点是营运风险,你会想知道公司是否强劳之末,属于容易被人取代的行业 这个就比较简单,你只需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公司的业务会不会被人取代呢? 一些过往的例子就包括影片租贷业被网上串流平台取代,而报业被社交媒体取代等等 第五点是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如果你不认识公司高层的话 你只可以透过以下这几个问题去判断管理层的行为是否合理 高层的薪酬是否合理呢?他们是否按职效来决定酬呢? 而大股东或董事会,有没有在股价合理时回购市面上的流通股? 公司又有没有在现金没有特定的投资用途或成长用途时,反昂鼓励给股东呢? 而在年度大会的时候,管理层有没有愿意诚实讨论公司一些不好的面向呢? 最后,公司层的任期是否长久和替换率低,内部进升呢? 如果以上问题的答案也是的话,就表示管理层相对可靠和值得信任 第六,你会想知道公司造假风险大不大? 这件事可以透过两项数据去观察 在静利润大幅提升的时候,现金流量会不会只是少量提升,甚至下降呢? 在消货提升的时候,应收账款有没有大幅提升呢? 如果两条问题的答案也是的话,就要小心公司财务有风险存在 好,当你用上一集讲过的四个原则,找出风险分散的股票之后 你就可以按这一集提过的六个要点去分析每一间你选的公司是否真的值得投资 而在2021年近期大回调的时候,你还要重点关注这三个 首先,如果你想买入科技股的话,你应该选一些已经成功证明了一个稳定获利能力的一些公司 因为这种股票的股价多数都没有很多泡沫 就算股市怎么跌也好,都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站稳 而如果这组公司伴随跌市而大跌的话,还会出现一些非常优质的买入机会 第二,关注和买入一些抗通胀的公司,例如黄金和钢铁石油等等有关的一些公司 最后,记得避开去年因为抗热而大升,但其实还没有盈利纪录的一些公司 如果你需要买入这一类,依靠有未来和有前景这种概念而大升的股票 你起码要等到它下降轨迹完结,转升势之后才再介入 千万不要等它跌到以往的几成做判断的标准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高胜算的入场机会,而不是挑战在所谓的底部入场 最后,用古神巴菲特的名言组结,将鸡蛋放在同一个栏目中,然后看好这个栏目 只要选最优秀的公司,长期持有,才可以真正令你的风险减少 以及提升你,挥出全旅打的机会 好,这一集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集,阿San 会和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找一些有护城河的公司 令大家可以将你的筹码压在成功机会最大的股票上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和追踪阿San 如果你有什么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阿San 阿San 会为大家更深入地讲解不同类型的投资知识 多谢各位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